看前面哈 周围你好漂亮啊 人家很可爱啊 就是笨蛋美女那我是包一次的 哦 其实笨蛋就约等于可爱 是吧 但凡众希武有三分之一王兴岳的嘴 那么会说也不至于追不到花钱 只不禁被周围抱怨同框拍戏少 王兴岳的回答那是相当给力 前面我要办事的好不好 我有工作的 我除了爱你我还要去 你在家里的事情 还有还有其他的 我是相要世家的家主啊 我跟秦宇 好家伙 这是一点都不装了是吧 距离家主隐人的爱意 去外王兴岳狂打直球 甚至还出现了这种抓马的雄敬鸣场面 男主连迈途中去找女主 并把男儿锁在了门外 谁在外面 你看看家主 我来送你个狗 这不讲武德的场面 我只能说王哥你战友欲不是一般的墙 你就光瞅瞅他们仨之站位 张一杰那是被王兴岳等的结结实实 全场救赎他和周紥岳的嘴禁 玩个打手游戏 非要正先后 关键这机尖 俩人还非握着手不放 我不管 这就是亲手了 你真打我呀 你可真不客气 我让你打 你打你打 我让你打 你打你打你打 好客气的 之后说什么 要给对方评价和反差 王兴月 她是一直把笨蛋美女挂在嘴边 表面是冰山美人 接触下来就是非常的单纯可爱 很单纯 特别单纯 就是没有心眼 不管是对谁 然后也是很 然后还美女 而周也对王兴月的评价 那就是态不正讲 别看王兴月长得很成熟 但作为02年的小孩哥 那在片场还是非常调皮的 这突如其来的小学鸡吵架现场 别看最后是王兴月 那是妥协了 但在关于到底谁打了谁的问题上 他俩争论了可不止一次 周也说王兴月总是打他 王兴月说周也躲在爱米身后打自己 至于最终结果嘛 请看微信 真不瞒你说 虽然知道他们几个关系都很好 但周也和王兴月是很明显的更上一层楼 两人去外自然的肢体接触 你见谁家男女主花絮这么腻歪 等戏期间 大肩膀 贴耳朵 周也都快要靠在王兴月怀里休息了 就更不用说这种撒娇晃胳膊 贴心整理发型的操作了吧 真的 就这一个花絮我看了好几遍 我算是看明白了 合着这糖全在巨外发了是吧 知道剧里角色虐点多 稍微弥补一下 好好好 反正我是恨去这一套了 尤其是听到王兴月在采访里被问 跟周也二大相演什么 就像你们平平淡淡的 慢节奏虽然这样子观众可能会不喜欢 但我还是想说来一点慢节奏 就是日常的一些东西 情侣之间 夫妻之间这种东西 慢节奏 情侣之间 夫妻之间 好家伙 你这小子 想成亲不是一天两天了 前两天说到仲夜兰和华权结过婚 就已经把我们王哥给羡慕得不行了 这次二大直接就想过夫妻生活了 我比较羡慕仲夜兰 他们俩结婚了 中西吴也想 也想结婚 你觉得他和仲夜兰的关系是 不信 因为他们俩成亲了 我羡慕坏了 我本人羡慕坏了 真的 我也想成亲 不不不 我中西吴也想跟华权成亲 而且我还发现一个点 那做自己每部剧CP的度位 真的是让王兴岳体现得淋漓尽致 每次在周夜 被问到三个男主选哪个时 打钱也得让周夜选自己 他说他一会给我微信转个钱 转648 让我选 你转 转 周夜说自己播的不行 那是连拉带拽贴过来解释 所谓理清情义重 虽然播的少 但真的很认真 你小子简直不要太爱 他们都是这样拍 只有我是手给他播开 你用心呗 我最有心 你用心 我心意呢 心意 让我参赛一下吧 心意好 心意很重 哎 恍惚间不禁让我想到了 那年的刘子星 在大家都在可十一和年车王时 只有刘子星 一无反顾的 在可自己的CP 甚至 还去挂了锁 只要是放在当时 那叔叔还得把锁给他拆了 但现在 到了仲西武身上 那是恨不得 他学会刘子星的强取好多 赶紧安排他跟划险在一起 这大概就是爱与不爱的区别吧 毕竟 那可是杀了吴王的刘子星啊 跟仲西武可不一样 但不变的是 那都是王兴月演的 两二年 演刘子星诗才18岁 演仲西武诗19岁 这个演技 真的是个暴躁男孩啊 来一杯 千十 诶 他干什么说话呢 我的话 哪会有说话呢 竹上家族 你在这里坐 我喝多了酒 头疼 出来吹吹风 现在准备回去了